这几个星期呢 你也看到这个volume也是开始就是往下跌了 不过这个是不是代表着 大家都要离开这个股市了 应该要出场了 之前就有讲到 在5月的时候 很多股票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量 全部都放大 大量然后大涨 5月份的时候呢 很多新闻都一直在讲 马来西亚的这个volume 是在最高最高最高的时候 这几个星期呢 你也看到这个volume也是开始就是往下跌了 不过这个是不是代表着 大家都要离开这个股市了 应该要出场了 其实呢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呢很多人其实他一直都在就是学什么是volume 什么是这个量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呢 一直在研究成交量 价钱的走势 后来呢我发现到 其实 一个好的股票 不一定呢每一天呢这个量都要很大 不一定 不过呢 如果是完全都没有量的 这个呢肯定就是不好的股票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一个完全没有量的股票 一天都没有超过500千或者是100万交易市值 这个股票呢其实都非常的难做 为什么呢很多人想炒这个股票的话就买不进 或者是没有量这样子 所以呢当然我们看股票的时候呢 虽然量呢不是最重要的 不过呢一定要有一定的正常水平啊 就是最少一天都要1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这个是比较健康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股票呢 好像很top volume的 炒到很高的 那种呢其实呢虽然是有量 不过呢也是太热了 所以通常我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那些我们所谓的上升趋势的股票 带有一些平均的交易呢 要有健康的成交量 每一天最少它都要有100万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交的市值 OK当然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呢你是在看这个股票 它涨跟它跌 涨跟它跌 通常在一个上升趋势的时候 涨的时候呢通常那个量都会跟着涨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健康的就是 价涨跟量涨一起涨 跌的时候呢 价跌那个量也跟着跌 这个呢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想想一下 哎价钱为什么会起 很多人会去找新闻啊 我不因为有contract啊 因为业绩报告好啊 因为很多原因 其实呢以前呢我都在想 这个股票为什么会一直起 一直起一直起 后来我发现到 哦原来呢其实很简单 OK只要呢就是有人进场去炒这个股票 有人进场去买这个股票 那价钱就会跟着起 所以呢发现到 哎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当我们看到这个价钱跌的时候 成交量跟着跌 其实呢有时候就是这个庄家没有去炒罢了 不过呢可能要注意一点点就是这个 如果价钱跌成交量起的话 这个就是大家要小心一点的东西 这个是真的在卖 OK真的是有人在丢票 导致到这个价钱跌的很快 然后呢哇成交量呢也是就是比较高 这个就是真的是在紧急的时候啊 这个才会就是比较会发生 一个人为什么会他会跌倒 或者是会亏很多钱 为什么很简单的 第一个呢就是呢他不懂得怎么样出场 或者是呢他跟你讲什么target price 会到多少钱 会到多少钱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 今天OK我们讲的东西呢叫做暂时好 OK这个股票呢是暂时好 这个股票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永远好 所以呢我们永远呢都要一步呢就是要所谓的小心 这个市场的经验呢才是真正的老师 OK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还有呢click上面的这个telegram OK谢谢大家